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殷琪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 近日 国家电影局正式发布 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 十四五时期 中国电影发展要努力实现 每年重点推出十部左右 较好又较做的精品立作 每年票房过亿元国产影片 达到五十部左右 国产影片年度票房占比 保持在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到二零二五年 全国荧幕总数超过十万块 仅扣观众需求 开发和完善新型电影消费模式 为观众提供更加丰富的电影服务 日前 艺术为人民刘文希艺术大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 本次展览分为满腔真情会领袖 笔墨丹青为人民 深入生活求创作三个展览单元 共展出二百余件 刘文希先生的美术作品 手稿文献及照片 全面系统地回顾了 人民艺术家刘文希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的人生创作历程 刘文希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 她扎根黄土地 常年在陕北高原采风写生 以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创作情怀 创立了极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于一体的黄土画派 创作出一大批反映陕北革命历史 和当地风土人情的优秀作品 开展以来参观踊跃 并观众要求 展览研制12月底 大西东望2021全国话剧 展演季戏剧高峰对话 日前在今举办 数十位国内戏剧行业的 领军人物和专家学者 围绕中国戏剧讲好中国故事 双循环背景下的戏剧发展等议题 进行了研讨和对话 展演季期间 黎明1949等来自全国的 十部优秀大剧场剧目 五部小剧场剧目 将在国家化剧院首都剧场 北京保力剧院 中国儿艺小剧场集中展演 顶尖舞者是由中国舞蹈家协会 中国文联舞蹈艺术中心 联合打造的专业性品牌 近日该项目的品牌活动 2021年顶尖教师巡回课堂 在云南大理开展 教学活动汇聚了 舞蹈理论 边创表演教学等 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及教师 为来自全国各个地区的 100位骨干舞蹈教师 带来了一次面对面探讨 交流舞蹈艺术表达的 生动大课堂 我们一起到现场看一下 此次顶尖教师巡回课堂 特意将舞蹈课堂 从排练厅转移到了户外 课堂导师们带领着100位学员 在大理新近地标建筑 杨丽萍大剧院 天空之眼下起舞交流 导师杨丽萍用自己 从小到大的亲身经历 讲解了创作舞蹈时的 艺术灵感来源 在孔雀里面我专门安排了 一个小彩琪的旋转 就是时间 然后穿着的时候我在想 怎么用春夏秋冬 把整个人的一生 从发扬到开花 最后到枯萎 最后落地 化成泥土 是我孔雀的主席的内核 人怎么用艺术的眼光 发现自然 发现身体 发现心灵 这些东西都是要靠老师们 去确切地体会 然后抓到精髓 然后才好跟学生传递这些 他平常可能会去关注 大自然像蚂蚁搬家 或者像蜻蜓点水 像他有的一些动作 就是来源于 他蜻蜓点水的灵感 所以我这个还是很有启发的 有着芭蕾王子之称的吕蒙 曾多次在国内外舞蹈大赛上 斩获大奖 如今担任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辽宁舞蹈家协会主席和辽宁歌舞团团长 这次他为学员们带来了芭蕾舞基础训练 从芭蕾舞的历史起源和发展历程 到基础练习时 首位 脚位的肢体语言 再到最后认真细致的答疑解惑 吕蒙对教学中每一个细节都牢牢把握 因为他们在这个培训班出去以后 就是要面对自己的学员 把这个学到的知识进行普及 比如说他会带着一些就是少儿舞蹈 少儿舞蹈也会怎么样地去训练 然后怎么练习 像芭蕾舞我们讲就开榜之力 就是在这些训练上要注意什么 三 收 起 二 青年舞蹈家李德歌景 已是连续第四年参加顶尖舞者的活动 这次他带来的课程是 蒙古舞风格性组合 将传统的蒙古舞蹈 和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 李德歌景用独具特色的舞蹈编创 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位学员 李德老师的课呢 主要是表现的是一种猛足的 第一它是风格性的 第二呢它是一种 表演性比较强的一个组合 跟我们上了那种 这个提牙腕的这个动作 我还是想能从中吸取到一些 民族民间舞的一些 表演上的方式方法 来借鉴到我们的 中国古典舞集训上面 这次来的全是老师 每个老师回去都会面对 他的上百上千的学生 所以我们前面也会 背壳背了很久 哪个守卫应该是在哪个位置 看着有的岁数大 我说不行中间休息一下 喝一口水 但是他们一直在那磨练 他一直在问 他求知的欲望很强 来自宁夏玉才中学的舞蹈教师 此次是带着许多学生们的 殷切期盼 特地前来参加 2021顶尖教师巡回课堂活动 宁夏玉才中学 是当地政府为加快 宁南山区脱贫致富的步伐 而建设的一所大型教育扶贫高中 我们的招生对象 我们的招生对象全部来自于贫困山区的孩子 就是给每一个贫困家庭培养一个大学生 当时我们2006年第一批孩子来 当你站在讲台上面对每一个孩子那种渴望求知的眼神的时候 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2004年 廖玉蓉大学毕业后不久 就前往刚刚建校的宁夏玉才中学当老师 廖玉蓉一人身兼多职 音乐 舞蹈 戏剧表演他样样精通 15年的坚守 让这个从小在宁夏顾原市西极县长大的孩子 在舞蹈艺术的教育中 找到了人生的航向与坐标 因为我是一名基层的舞蹈老师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给我给到全新的这种教学理念和创作理念 让我有一种颇然开朗的感觉 十几年过去了 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大 从2020年以后 我们积极限的每一个贫困的乡村都已经脱贫了 特别感谢党和人民政府 从宋海芳的中国古典舞身孕 到王斌 张寒雷的青少年拉丁舞恰恰灵基础教学法 总共为期六天的2021顶尖教师巡回课堂 用丰富多样的课堂活动 搭建了青年舞蹈从业者 与舞蹈艺术家交流传承的桥梁 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顶尖舞者系列活动 自2018年启动以来 足迹已遍及四个国家 走过22个城市 网上相关话题的阅读播放量达30亿 这一次的课程安排的也非常的丰富 有实践的 有理论的 还有中国党史学习的这块的 我觉得对我们的全方位的技术思想的提升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就是上意 第二个就是经思 第三个就是崇德 我理解顶尖根是一种精神 就是在今天这个社会 我们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追求卓越的这种精神 一方面是希望舞蹈 能够在大众传播层面 有真正意义上的深度 另一方面就是希望 在大众的托举下 舞蹈实现它自己应有的 社会的功能和社会的 艺术价值的体现 顶尖教师巡回课堂 让年轻舞者从名师的成长经历 和创作体验中 体会艺术创新 永无止境的攀登过程 正如中国舞蹈家 协会副主席吕蒙所说 顶尖舞者活动的意义 不在于最终的结果 而在于前进的过程 只要每个人勇于突破自我极限 不断攀登艺术高峰 那么他就会是一名 真正的顶尖舞者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我们继续相约 文化时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